周深演唱的《庆余年》第二季片尾曲借过一下终于上线 就歌词和旋律及周深的演唱来看 完全就是范贤的个人像歌曲 也有人说周深唱的其实就是自己 分享一下大家的评论吧 春雨深说 周深是唱范贤的天选歌者周深的路 不满荆棘与泥宁 是一座选了就无法回头 极易粉身碎骨的显风 而显风尽头 只有一只音符编织而成的桂冠 周深 以心为琴 声为弦 拨动了阴晕清气的乐章 我于山鹤守清明 他日凌风千万里 他打着红尘中走过 风骨翘峻 甲雨翘冰 力千锤百炼 而经年不改的是歌者的初心 齐连认为周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起初不被人看好的路 但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知道他心中的月光在何方 于是尽管前路在泥泞 他仍然守着那颗初心 不断前行 以歌为酒 以曲为诗 去寻音乐的殿堂 还有网友说 这首歌很范贤 也很周深 有历史上潇洒不羁 却又有一丝孤独底色的每一个人的影子 屈原 李白 苏氏 和你想到的那个人 有潇洒旷达的文人风骨 有看透一切的淡漠宁静 其实刀刀觉得唱的是谁无关紧要 紧要的是这首歌初听热血 自艺少年意气 在听有一丝的压抑 无力甚至带着一丝悲凉 那是差点被现实撞碎 却最终被理想和现实裹挟着撞碎了南墙的决然 他真的很范贤 也很周深